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樹齡 尤懷疑 MK3 天鵝君 Ricky 上來借位上網的靈影 其實原本沒有叫那麼多人 但不知道為什麼越來越多人 這個是CrossOver的問題 在Facebook講過我一定會找數 我一定會在ZV之前一定找數 摘數那麼多年那麼多人找你 正常吧 問題是今天摘數摘什麼 它差很多條街數 我覺得不及你多 我覺得 我應該只剩下一條街數 我連連追那條 不是 你的街數要玩幾次才一次就不夠玩 債務重整一筆 聽說這個世界好像未算有息口 我息口的等它之後再做 今天講的就是機戰 其實我講這個時候還有人疑惑 我問過一個問題 你說機戰 你是講機下人大戰的機戰 還是基層大戰的機戰 正常的疑問 誰問你這麼搞笑 不開名了 我這些很好人 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好誠信 好像在Facebook問你 有見過 當然是這樣 機下人大戰 終於搞數了 大家都知道這個系列 跟講高達是沒有分別 都是會很容易觸招的一個系列 其實是 所以其實我不會逐個系列去講 因為這樣講的話 我相信 你們到時不是想我找數 是叫我不要找數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記得 Format那邊好像 他做了九集還是十集 曾經做過機戰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恐怖的數字 人家是逐集逐集 詳細講一講 大陸 都是 我固然不會這樣做 我這些 都說我這些債務從頂 兩集算數 大家 過口人 機人大戰 首先 如果講劇情的話 首先要講 就是 超級機人大戰第一集 是沒有劇情的 駕駛完都沒有 第一集是另一件事 那集是必必接著大戰 我們近代認識的機戰 應該是由第二集講起的 加入了 除了之前只有高達 魔神Z GETTER 這些 其實去到現時為止 其實都是拖膽來的 已經可以說 而魔神Z 那些 就因為他定期都有翻身 GETTER其實算少 如果在故事翻身上 高達 就因為長做長有 大家都知道 他是不會斷的 這套東西 你可以說是三本柱 在機客人大戰的歷史裏面 固然 GETTER 在新的遊戲 去到手提機之後 其實他開始有部分 是沒有參戰的 其實我想補充少少 因為這個是關乎年代的問題 大家要記住 第二次機器人大戰 出的年代是甚麼年代 當時是一九九多年的 上世紀 九十年代初 距離GETTER還是比較近 但是時光一轉 現在已經是很多年後的事 GETTER在這時候是有新作 但是相對其他幾家 就沒有那麼活躍 所以一路淡化也是正常的 我記得GETTER最新 好像是有一套電子版 在之前就是 真心一彈尿 好嗎 G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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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是沒有那麼多 相對是比起另外兩家 就沒有那麼多作品 和那麼受注目 我沒有記錯 GETTER 很少推出 只有一兩套 這個跟人氣有些關係 參戰和作品人氣有些關係 好像基戰D一次 基戰R一次 基戰D是世界最後之一 主要第二次基人大戰 其實參加的都是一些非常古老 接著講的是巨靈神 你可以說這套 其實它是在初代 你說叫做二三次 去到第四次 它都是有參戰的 記憶真是很久遠 我記憶中它真的 有少少踏單 它真的有少少 基本上它沒有什麼故事 我記得是MX 先說有少少它的主線 因為其實那時候都是很容易Gundam 做一個主線 因為Gundam當時最主要就是 拿七八 Z DoubleZ 你只是在舊世代 才可以找到它的存在 可憐的DoubleZ 對上一次OE是看到它的 還有馬沙之反擊 還有這個F91 F91有多久沒有進過機戰 Alpha之後 其實這個 之後我們會再講一下 其實基人大戰的高達 理論上它是除了馬沙前這一堆 其實有少少特別待遇之外 基本上你一過世 即過了報放時間之後 一年兩年之後 基本上你是沒有位子 讓你入機戰的 其實是 再入那個就叫做主席 就是另一個世界 太多新作戀 因為之後 還有其實宇宙邊 有這麼多反抗勢力搞大 還有你如果太多高達出現 你就變成高達霸佔了機械人的List 因為高達機比較多 如果你只出一個高達 通常都會多一兩隻機 如果你一大堆高達出現 你就變成一個整個List的高達 那就會影響到一個趣味性 故事來說 我們之前都說我們用故事做主要 其實第二次已經開始 DC戰爭 這個是早期的經典 亦是最牽動人心 這個是板騎雅宴 知田 開始他發起的年代之前 其實做下來的 這個就是所謂的DC戰爭 的時代 本身你說雅田其實他做 可能都是老一輩的班 還有就是跟高達也好 其實很簡單就是說 正義朋友打邪惡朋友 幾公式的套路 你又沒有很多說 所謂的複雜的角色的生命員 總之就是 你一看到那些人出場 他是奸的 他就奸到落尾 因為那個年代 其實動畫主要都是這樣 其實不是 90年代已經不是這樣 只不過他那個年代修錄的作品 是這個取向 因為90年代作品 已經早就超脫了正邪這個關卡 但是他當時收錄的作品 是三一 鐵甲萬能俠 早期的高達其實也有 比較有正反派的意味 你會發現 其實雖然你說無正無邪 但是 少少都會感受到 自戶那邊是比較反派一些 在一個定位上 因為本身你說 二三四次 其實這幾個系列 其實他們加的 robot 主要都是超級學為主 而超級學的話 其實很簡單 就是剛才說 他們只有正和邪 你不會去描寫邪惡的方面 因為其實 《機戰》裏面 一貫其實 很早期都描述了一個慣例 就是 通常就是在過了一場 一個關卡之後 正派你大概佔這個 四分三的劇情 而最多是 比四分一 甚至五分一的劇情 是邪派的人說話 而 當中裡面 其實佔得最多的是 高達裡面的那班 吳正不邪 馬沙那班 去到說話 另外那班 其他人就說 這次失敗了 嚇死了 其實是那類型的劇情 因為那時 ZZ那些都很過到立場的那些 所以那些劇情多 是沒有正常的 《GUNDAM》 因為他始終是 ZZZZT 他是說到不同的 他跟不同的理念 或立場 所以他對方可以講 可能有一些內容的 但邪派裡 博士 你說對的 徒弟 他打 對方的 出去了 講出來 他們都要考慮到 玩這個遊戲的人的感受 因為 老實 當時當時 在玩這個遊戲的人 很多都是機械人迷 我會希望在遊戲中 體現作品的特性 如果鐵甲萬俠突然間 和那些博士 很多仇善感 在那裏說 其實這個世界是很污衛的 我們就怎樣去改造這個世界 我們是充滿理念的 大家就會覺得這件事很噁噁 你講這句是新一集的 M2那個是我的 《現代花》是OK的 因為新的鐵甲萬俠也有些變化 現在這個年代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把時點撥回那時那刻 那時那刻的人 在那時那裡玩這個遊戲的人 他都有心態我想懷疑 或者我想我小時候看過這個 重現了鐵甲萬俠的感動 他會希望故事也好 角色也好 是在我以前看過的東西 那這個是一個 我想是涉及到他對那個 玩家的預期的一個計算 其實你說 剛才我們說過 2、3、4次的幾人大戰 其實最主要 其實加的都是 Super Robot 類型的作品 因為其實他那時候 開頭的定位 基本上是阿寶 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們剛才說過 在這個時期其實是 機戰 尤其是影響得最大的 就是OG世界的整個故事的設定裏面 DC戰爭 魔衝機神 都是由這個系列裏面衍生出來 然後他們再獨立出來 成為自己獨有的世界觀 所以其實你說 本身那堆所謂的出外機人 就算你說 後期三、四有加的 珍寶 泰坦 勇者雷登 戰角魔神 其實這些 在現在這個時期 其實是很少見到的 他們很少再登場的 比較特例就是 泰坦和珍寶 因為想起了G7 我開頭 我不是很認識機人 那時我經常覺得 這三個是同樣的 但是這三個是完全 超極大反差的 沒錯 那個年代的機器人 互相參考一下 應該說 設計 因為設計上 即機器人的設計是差不多 但是故事這三套 你有看過 你會發現這三套 是完全極端的 這個其實是涉及玩具的問題 這個最重要 等於就是 高達都難免要有那三個顏色 在裏面這樣 這個是年代流行設計的問題 那個年代流行 這種方角設計 怎樣怎樣 他會有他一套的規格 等於時裝 但是那個年代流行就是這個樣子 就會出現很多這個樣子 即是說回版田 其實他 他做劇情那裡 其實已經令到很多角色 其實在機箭裏面的位置是定了 好像萬象那些 其實萬象是一個專業的執司佬 在他每一代裡面 他是一個很專業的執司佬 因為他的背景好用 在裡面去到 就算現在 我想近代大家有玩的 在設計裏面 但那裡覺得 這條是專業的執司佬 總之你想誰不死 就找他收拾回來就可以了 Sed to Shelly 他是可以在任何時空 任何地帶 總之他是 你知道有萬象在 你就會覺得 葉劇情絕對是會出現的 他太偉大了 我在版田的劇本裡面 我一向就覺得 這條人是偉大 我之前用兩個字來形容偉大 就是你想看葉劇情的話 有萬象是有信心的保證 最主要其實是DC戰爭裡面 我覺得在第二和第四次裡面 其實融合得好 其實他是用了DC戰爭 用了比安總稅 他叫做裡面 一個比較有深度的壞人 你可以說是 他是為了警告地球 又說有外星人入圈 所以他就發起了率先的戰爭 加速人類的進化 這個DoubleO就是 DoubleO就是跟他致敬 致敬 反而的劇本裡面 其實他很多時候 他是很懂得運用這些 所謂比較硬派的 還有就是 因為本來那個年代 可能就是 高達也是在說那些事情 類似的東西 就是戰爭和平 那類東西 其實應該90年代 如果背景是 90年代 80年代 是真實是洪喜的 90年代 其實開始 就回歸回去 而同向 不過 這個是說90年代 中開始的故事 90年代初 還是真實是比較當道的 而這個版田的劇本裡面 就是有回剛才阿蕭露說的問題 大家都應該記得 第二、第三、第四次《機人大戰》 他是有一個叫陶鑑的東西 其實現在都有成計下去的 但是呢 在版田的劇本主理之下 寫得很隨便 他甚至是一個壞人就說 我記得好像是黑暗大將軍 他寫了一句 叫做什麼呢 是最爆搶的 他是叫賣勝利帝國的幹部 他最後是被大摩神隊 有可能有人在這句話 我剛剛見到黑暗大將軍 你又說 我現在是地區殺了 你有沒有搞錯 這個世界可以 可以葉劇情而已 好似到現在 現在那個圖鑑 其實是出了之後 就不會改了 我記得好像 你是看到高達 尤其是高達系那邊 他的所謂的圖鑑的人質描述分量 是和超級偉 是有一個很大的落差的 這樣都明白的 你寫 杜劍龍 和寫阿寶的簡歷 很明顯都會有很大的落差 杜劍龍 杜劍龍你怎麼寫呢 今個星期又打了一部幾個鞋 他每個星期在電視訊 都會出一部 大家可能 分量都會差距 大家可能知道 我剛才說 那正派和邪派當然有分別 那我再說 阿寶剛才很多 而在Getter Robo裡面 無論武藏已經是最悲哀的 他是Getter Robo 3號的駕駛員 他擅長油道 有這個設定嗎 有這個設定嗎 有這個表現嗎 擅長油道是傳統的設定 那他要大雪山頭 就要靠油道 但是他連大雪山頭也沒有寫下去 大雪山頭 好像是靠部機 不關他本人的事 你要明白 當年的機械人 是充分反映了駕駛員本身 他有什麼能力 阿龍馬不要飛 阿準仁都不會轉地 想不到就算了 如果你是爛擊大賽 你快 skip了 否則撥完了 反映是會加入很多自己個人的感想 是對個人這個超級機械人 即是超級系裡面的一些角色的感想 他的感想也是當然第一句 因為他其實覺得是沒有什麼感想 他覺得就是 我當然是寫高達 所以你看到就是 高達的份量的比例其實是多的 而且就是他跟 本身就是契入度 就是他跟BC戰爭的背景是會比較 是契入度比較高 還有呢 亦都反映在一件事上 就是 真實系是那個年代 是獨領風騷的 你的超級系 基本上可以用 開出來 是慘到避 避 避又避不到 甲又不慢 打又一樣痛 那時候我記得 超級系拿去雪草也可以 基本上超級系 可以一甲都不出 因為我是超級系的涌等 我每次出動 我都很痛苦 因為那時候的機動性影響命眾 對 還有裝甲的影響不是那麼大 變成超級系和高達比亞人打跑 不見得 扣少多少 還有我記得那時候的隱藏劇情 主要都是講真實系為主 例如有一代 我記得0080 那個劇情就是會講到 巴黎和他的女朋友 暫時會有幾出現 所以那個年代 真實是超級系的粉絲 其實都很痛恨 你要這樣明白 跟著很多殘念系 情侶很慘 但你超系譜 這個波子 有的 什麼沒有 小 你死就死吧 大哥 我不想你翻山 所以以前高達有很多 是瑞德的劇情 譬如科 在惡性循環之後 大家就把高達都推出 結果整個場都是高達機 沒有了機箭的夢之勁演的特性 變得很差 而另外最大的問題 其實超級 固然這個是 反田和製作群 他們本身有一個偏心 但另一個你說 是一些比較愛在的因素 就是 其實他當年 大家都在做九幾年的時候 你要去拿回一些作品 說的是 早他們五年至十年 去拿來去用 最大的問題是 我找不到這套原作去看 沒有可能 那時候又不是現在財龍世大 他們要做他們一定找到的 這個我不想 找不到來看 而且你要知道日本那邊 就算你 好 但你找不到影像作品 但資料書是歷年來不斷翻出的 所以資料他們不會沒有 這個我很難相信他們會沒有 我覺得他好像可以找回劇本來的 這個就是官方自己說的 當然曾經說 其實在第三次裡面 泰坦3和鬥將 是因為他們找不到劇本 所以 沒有劇本有可能 可能找不到 但如果資料或者一些設定 其實應該按道理 很難找不到 設定他找到 但他們說是找不到影像 即找不到套動畫 這個也有些可能 問題 所以你會看到 第三次裡面 是這兩套 是連一些基本的 即一些有看過的人 是連一些基本的絕招 都沒有了 是會 是掉得非常之重要的 即這個是當時 無論是二三四次 在這裡裡面 是一個缺點 就是說 如果很多時候 你喜歡高達的人 你會覺得 很Enjoy 在第二 第三 第四次機器人大戰 在裡面的劇情 它裡面的組合 加上它自己的原創 其實真的是私之入球 而 裡面就是 超級系的粉絲 固然 在劇情上 你沒有享受 在遊戲上 你更加沒有享受 你享受是挫敗 你一開出來 你就充滿挫敗感 接著不停 我記得當年 帶我玩機戰的 那位朋友 跟我說 你自己看回 超級機器人就是什麼 就是打到爛了 不爛了 爛了 他就爆了 他死了 爛了 爛了 死了 是兩個level 我記得我當年很痛恨超級機器人 我當年很痛恨過製作人 那個時候還不是智田 不能進去數 我記得 到某一集 六神合體 出生來 我不讓他衝 他衝了 死了 直接game over 我哭 我不想你出的 他怎麼出去了 他是說故事 說他解了那顆炸彈 因為基因有顆炸彈 有顆 反弱 只要他一爆炸 整個地球就玩完了 問題 我想說D 差不多大半集 他都在炸彈 但整天逼他出來 不關他的事 有時候是逼O的 沒有人派他出來 那他多粉絲 我不是他粉絲 你不是 他有很多 我不是他 他有很多 不要這樣說 很好用 千萬不要這樣說 得罪好多婦女 問題是 如果由邏輯來說 沒理由炸彈上戰場 對比來說 中間我們很少說的 就是EX EX最主要是打地下世界 這個是魔衝基層的問題 我們稍後再說 所以我不是 快點說到DC 因為DC去到第三次 才是最經典 第二次 還沒有這麼大 是的 你可以說 DC戰爭 其實版權的劇本裏 其實他真的留了很多東西 在現在你說基戰裏 那麼多粉絲裏 其實是很多 是有連結 DC這場戰爭裏 他濃縮了很多東西 所以才能夠令到 智田可以拆散這麼多集來玩 這件事我覺得沒得爭 第三次的影響是很大的 我想整個機戰能夠 現在這樣不斷地 不斷地出 第三次對整個生態的影響非常厲害 第三次要先說一件事 第三次大家留意一下 第一出現的平台 他當時出現的平台是SFX 就是超級任天堂 在這下 和以往最大的分別就是 畫質有非弱性的提升 當然今時今日你看到SFC 大家當然明白 我們玩一些白必機那些 起格仔 去到SFC突然之間 有一些動畫的感覺 而且是多了背景 我記得以前好像沒有背景 沒錯 各方面都是一個非弱性的提升 不論容量 系統 畫面上 所以突然之間 以往還是在SFC的年代 基本上的機型是偏色 沒有什麼變化 沒有什麼層次 SFC應該是不是 眼目的面積一意 總之Anyway 就是比起以往 SFC是一個很大的進展 這個第一樣在視覺上 已經是另一個境界了 固然第二第三次裏面 其實系統那方面 其實這個都說了一點 就是現在大家很習慣 所謂反擊那些 其實是你自己選擇招式 其實是去到第四次之後 他才可以自己選擇反擊的招式 所以其實第二第三次裏面 令到超級是更加悲哀的 大家都知道超級系的招 的EN耗量是非常大的 而在他的所謂的 自動反擊系列裏面 他就很喜歡把大招全部用完 當然當時最大的問題就是 超級是EVEN你想出 你是要保護到他去到 氣合 夠數 還有就是千萬不要被竹仔碰到他 這個不關乎他的血量問題 是關乎他之後打大佬 他出不出招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很多時候當時就是 那些人說 超級是一衝之後 就算一回合他不死 他都只可以站在那裡 所以那種玩了幾次 無無攻擊力的招數 超級是一個視覺反擊的 一路就是必定迴避防禦 必定迴避防禦 那個迴避是沒有意思的 當然了 只是一個防禦 那個迴避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他迴避 迴避都是迴避的 對手都開了迴避 因為以前我們不能選迴避 第一次就是OG1的前半劇情 在第二次裏面 第三次講的就是OG2裏面的後半劇情 其實你會看到的 如果你是近代才玩基線 你會說 這麼早就已經 劇情已經定好了 是的 劇情一早已經定好了 可以告訴你 沒有得了 這一代真是最經典 由他衍生出的EX 和他後繼的第四次 可以說整個基戰 紅了起來 應該是沒有記賽 由這一代開始 基戰真是紅了起來 然後其實你說是EX的 最大得益者就是魔裝基神 不過其實 為什麼這麼大得益者 就是因為本身正式的護機太厲害 其實是 不是 厲害 他很厲害 只要是賺錢 是那些人對他最認同的差場 有正書 出名炮便可以 拿 什麼是代名隨時 其實我問回很多一些老一輩 或者跟我同期玩基階的人 正書說 什麼炮來的 總之就是什麼呢 一進去 衝到敵陣裏面 而且大家都知道 正式超有強化的 就是他的NAP後 是全的 他直接動都不用動 就可以打成全的 而且是不打自己有 這個才是最重點 這個才是最重點 敵惡分辨 這是他後期很有用的地方 也去到二時為止 其實 都是只有他 不算魔裝基神系 其實大部份來說 都是只有他的專利 這個是一個 三代的陣容突然厲害了很多 因為他容量大很多 他加入的機體是非常之多 對後面影響都很大 因為他容許出的機體多 令到後面的機展量發揮更多 可能給了一個啟示 可以更多進去 第三次最經驗是有雷射大炮 有吉武 吉武 吉武是可以用的 誰持有的 有馬西 有 好像連丹尼都有 最主要是第三次 為何可以有這些機種出現呢 就是第三次加入了機體是可以強化的 那不是的 你把雷射大炮出來 你只是說 吉武 你只是想死 雖然有這個機體強化 但是超級系的悲哀 都未在這一集扭轉到 因為其實 剛才各方面就是 反擊 命中 裝甲不太行 HP又不太多 他一定有硬吃的 而且他未必會打得中人 各方面 暗的因素 令到 即使機體強化 其實他也不是有很大的收穫 而且這一代的平衡其實做得挺差的 去到後期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到 後期 敵方的破壞力是很厲害的 即使你想 所謂超級系 中兩炮都可以收檔 沒有 Gundam是一下死的 Gundam是一下死的 其實沒有分別的 Gundam一下死 但超級是兩下死的 我忽然想起某集的速退炮 萬幾攻 所以誰 最慘不是 你速退炮 那些是大佬 他那些也是 小卓也也是 最慘的是 你那超級系統被小卓打兩炮死了 講到三 其實有一件事 當年有遊玩開寶箱 當年好 我不記得 開寶箱是指定的格子可以拿到東西 第三次有嗎 第四次一定有 開寶箱是有 即是現在就是指定格子 你就會拿到特殊的PASS 其實我沒記錯是第四次才加PASS 雪霸 都要站格子 即是 上次使用 拿機 還有S S 也是 要指定格子才能拿到 某一關指定格子 對 要指定人 指定人 指定格 指定人指定格 另外 第三次 因為EX有業劇情關系 所以雪德的重要性是非常高的 我忘記是第三次還是EX 其實被人以為是超級雪德大戰 你是需要靠雪德來獲取你最多的機體 以及最多的劇情 還有對比小敵人 可以 但其實最多的機體也沒用 你出來就出一堆 有限數就固然 而最重要是 所謂的性價比問題 這個就很影響 其實這就不好玩之處 結果大家被迫都要出那堆機 而出不到自己想出那堆機 這是我覺得舊機戰最大的問題 我玩機戰 其實我是想 我最喜歡那堆機 全部推出來 最過癮 但很多時候 受限於系統不平衡 迫著我出一些打得的 然後我喜歡那些雪藏 所以如果三四代劇 我喜歡陣容 但玩得很不開心 二三四在板田的劇本之下 他寫的其實 板田你說寫故事那方面 我覺得 在機戰劇本家來說 其實他算是頂的一批 但最大問題就是 如果優秀的機面劇本家來說 機戰劇本家最重要的是 他要會cost over 所有的作品 而在這一點上面 板田其實是很弱的 因為你要看到 他個人的天號 加上系統的 這個不平等的輔助 再加上就是說 在這個 他是可以在這個圖鑑裏面 自己加自己想說的 甚至是不解釋 一些的作品 究竟那個角色 究竟是什麼 之下其實 是弱的 但你看到就是 他最大的功勞 就是 剛才我們一直說的 DC戰爭 這個其實他寫得好 因為他是沒有任何制裁 他也不需要 cost over 所有的東西 他是想寫一句想寫的東西 而將參戰作品 導入去這場 DC戰爭裏面 其實才是第二第三 第四次我覺得 板田他做了的東西 另外你說 當然我覺得沒什麼人 有這樣的勇氣 拿回這幾個遊戲來玩 你會真的嘔吐 你會真的 不是的 第四次我覺得可以 第四次都差一點 第三次是完全不可以 第四次都勉強 但是如果你是超級機械人的粉絲 都不會很開心 在這個階段裏面 你可以說其實本身機戰都 是叫做 崛起 剛剛叫做 所以其實各方面 其實你見到 不成熟 我可以說是用奇怪來形容 其實他當時是捉到那個 筷子 大部分現在的元素 其實當時都有 夢幻競演 跟著 戰棋 正邪對立 這些基本 甚至系統都確立了絕大部分 其實是捉到那個靈魂 但是當時是沒有優化好 還有本身 反而個人是有少少 叫做 哲學的味道 這個不知道是Minky有說的 不過 每個遊戲開始的時候 他都會加對哲學家說的 是的 這個是在這個 魔裝 尤其是魔裝裏面 大家是知道 這句話是非常之重要的 反而對這個 所謂叫做 戰爭這件事 他是有 很多不同的看法 但是 如果我 都是說 以基戰來說 因為他講不到的 就是說 每個作品和每個作品之間 你可以怎樣去串聯 因為這個 這個作品名 是叫做超級幾人大戰 不是叫做DC戰爭 如果他叫做DC戰爭的話 我覺得我們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劇本簡直是一流 可以告訴你 但是 如果以超級幾人大戰來說 I'm sorry 我覺得就是說 我完全不知道 什麼叫Motonset 完全不知道 什麼叫Getta Robo 我只知道那個人會有毒 是這麼多 當然你說 版廳其實 他主導的 還有的 其實我們會在這次講的 就是F F就是他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Handle的劇本 那麼F的話 我就不是玩得很多的F 你們不知道大家玩得多少 又玩 是分常下集 分常下集 完結篇 第二集片 Satune Satune 那隻又玩 那隻為了 經典的經典 為了Ever玩 而你說這一套裡面 其實 高達就是連同G 就是F裡面是一個最大的創力 還有W系列 連同F91 馬沙前那些 全部都入了 即是 那時候來說 以高達來說 簡直是 入了 你是很難再挑剔些什麼 而另外的就是 好像 雲屬之的Ever 剛剛割起的Ever 也都加入了在裡面 當然Ever本身也是一個悲劇 別管 傳說巨神 重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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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戰機應該再早些已經有了 第四次推出 很早已經有了 這代最注目肯定是 方戰士 其次 為很多人突然之間熟悉了的 傳說巨神 得武王 傳說巨神 在香港 其實在港日或各方面 都是很冷門的機 不知道在座有沒有人看過 沒有 沒有 好運 算你好運 我看過 劇場晚 上集 下集看了一點 偷一點 你自己找來看看 這個是一個修煉 去到這個位置 我一直都說了一件事 作為一個基戰的粉絲 究竟操手是什麼呢 如果你是不是基戰的粉絲 基戰出歌 你就玩 玩完之後 看到這個劇情挺有趣的 但你不會找回作品來說 你只是一個很低級的基戰的粉絲 不要亂說話 他其實雲雲雲雲雲 都是一個高級的基戰的粉絲 他只是不是一個超級機械動畫迷 而一般的機械玩家 通常因為他本身都有接觸一些機械行件 其實對他來說 代入性沒問題 他玩他都會獲得到劇情 因為他本身做了功課 當然 其實很多你說 尤其是九十年代後才加入基戰那些 及後追上前浪的基戰的粉絲 在基戰區之前 大家都知道 就是參戰名單 我們知道參戰名單之後 我們首先要做的第一個行為是 就是找回一套動畫來看 這個是一個高級的 在座其他人的反應 反應在一起 我一點相反的 我之前會看過資料 接著是打完遊戲之後 補回動畫 這個也是另一種的基戰 反應之後 你覺得劇情很OK的 就先看 還有你打之前看遊戲 你知道這個遊戲有什麼角色 有什麼機體 高略要跌在什麼地方 你少知道有什麼事 因為這個其實很多時候 尤其是早期的基戰 有些隱藏元素的東西 是很涉及你對劇情根本的解釋 你了不了解 而你去拿不拿到那樣東西 所以一個 在那個時期 的守則來講 就是玩基戰 如果你要是 即是對基戰是非常之有愛 你是需要在作品開始前 你就要看完所有的作品 其實當時你知道 提速高達到 至於什麼事所條件 其實搞得差不多 其實現在官方都有搞這件事 現在網上可以看到 不過好像香港看不到 香港是看不到的 他有送Pass 這個稍後再講 這個就是 我剛才一開始就應該要講 這個是基戰粉絲 是一個很重要的手術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剛才阿天龍君說那個 我是玩完再去看那個作品 你是會很讓劇本家 影響到你對那套作品的感官 所以其實是 由很早期開始玩基戰 就已經知道 這班劇作家他們全都不懂 我可以說他們全部是不正常的 那一點相反 基本上因為 只要它出了 我大部份都會看 有小部份我都頂不上 那部機設頂 因為我大部 我都是被那部機設影響為主的 這個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剛才所說的就是 這個是我為什麼會用劇情去講基戰的一個主要 就是因為很多時候很多人 認識很多不同類型的機械人 甚至就是因為很多人 你不掘出來 你真的不知道有什麼東西出完再過 甚至就是你看到模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模型 是不是大陸翻版來的 我是真的有聽過有個小朋友這樣講過 但是我看著那部Gunbuster 我是看著那部Gunbuster的DV電視的模型 然後他說 問他問他問他 是不是回來的 我明天見著 敲敲敲兩個字 我看著那一刻 我是有點想說 Gunbuster 你都明白Muster的DESIGN是什麼年代的 現在的小朋友也接受不了 我覺得都情有可憐 不接受他不知道 不接受他就覺得 這樣的樣子一定是大陸翻版 我記得這麼多年來 我最想看 又沒有時間去看的 就是《機動神佬》 第一次見到他就在J路那裡見到他 這套都是傅野 其中一套五名作 大家都可以作為一個修煉 都不錯 當然你說 剛才我講到Gunbuster Gunbuster和Ever 一起出現 這個明顯是給這樣的優快 你不要理他 在APP裡面 就是剛才說 參戰作品的數量 在他過往的往跡歷史裡 已經是歷來最多的作品參戰 這個挺夢幻 我覺得APP那時候多了 我覺得挺夢幻 對我來說 簡直全部最喜歡的都齊全 基本上真的齊全 真的齊全 那個年代 機械人迷的最愛 基本上共野一路 尤其是我在第四次裏面 我對短空的怨念是非常之大 因為短空是要當五部機出的 我當時是想打爆他 這個就是大家不停的詛咒 這個設計 但我五部機都是要練的 四部 對我來說 低架會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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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架會走得很慢 戰鬥力方面當然是踢青不上次 沒有 你要合體的話 你要拍攝一個最慢的尺下 大哥你明白嗎 問題是他合體也是廢的 合體之前 其實可能分體那時候更厲害 合體現在是一個終極標靶 總之不懂得飛 這個是最嚴重的 他不懂得飛 我真的不明白 然後走就走得慢 裝甲又不是厚 命中又低 攻擊力高不高 攻擊力當然不高 OK啦 攻擊力叫做OK 但應該這樣說 補償不到他的缺點 四人精神 我想新歌不太明白 因為新歌代表現在玩 挺好 又有把劍的 因為玩劍多時都記得沒有 有些糟糕 其實是這樣說的 要說一些超級機能人界線 設定的事情 即使在這個所謂的超級系機體裏面 他們都有一個能力 即是裝甲能力上的絕對性的差異 就是如果你的超級系的機體 它是一部合體出來的超級系機體 它的裝甲是特別薄弱的 即是比起超級系的機體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剛才我們一直都說過 就是超級系在這個設定裏面 它的裝甲的能力值已經 消息值已經是非常之低 加上就是言論 因為你是合體機的關係 所以你的裝甲值是更加低的 所以電空我那時候生存是一個悲劇 我們喜歡跳舞 我不是迫著嗎 它跟高達比真的沒有什麼優勢 內打也都想 APP裏面其實是一個平凡 你第四次 它生存就是 這部東西是不能夠出的 但是為怨念出的 我都為怨念出的 通常就是出的鷹 是不是可以出的鷹 好像我異 可以 因為這隻鷹是可以轉空我的 大家發現 本體是隻鷹 本體合起來之後 圍著我 當時另一部 我想舊世代的機械 會比較 就是 Sherry電池後 開始常參戰 即是F 第四次都已經參戰 F裡面再參戰 然後 剪剪魔神 之前有參過 Sherry電池後 Sherry電池後 算了 不是 應該說這樣 在當時裏面 你千萬不要拿著超級兩個字 因為其實 想著這件事 其實延伸到F裡面 EVA都是一部悲劇來的 好些的 EVA也好 對比起那班 你要明白 當時在這些所謂設定裏面 尤其是很多所謂的機械人劇本裏面設定 無論《魔神Z》也好 《Get Out Over》也好 就是講他們本身的壯教 基本上是打不穿 基本上是劇情需要他們才能打得穿 而 EVA的絕對領域都是標榜到非常強的 但大家在玩F裡面 第一次就知道 絕對領域是一個脆弱度 就是 當你去到三十版之後 任何的卓仔都可以突破你的絕對領域 你這個絕對領域是絕對不絕對的 絕對沒有用領域 在F裡面 叫做 最優待的超級配機器 應該是金巴薩 算是比較像樣的 因為宇宙怪獸 其他人不是太耐得何宇宙怪獸 所以無論在劇情上 或者在機體上 金巴薩打宇宙怪獸都是一流的 其實去到F已經是好一點的 超級配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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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你放出來 不是純粹是一塊放在那裡的靶 還稱得上勉強是一個二線戰力 以前那次第三次四次 超級配機器 完全是一件靶 但我又不記得鐵壁這個精神 但是什麼時候開始有 但好像是不同的 早期和後期的成績 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應該是 早期的鐵壁應該是不一樣的 沒有鐵壁基本上很難 當然剛才提到 超級系的待遇改善了 好 但是在F裏面這件事為什麼不重要呢 因為裏面出現了G Gundam 它是一部真實系的機體 但是它掛著超級兩個字 但是因為在高達的加成之下 這部機體的不正常的級數是達到 我覺得是 它算是在機械人大戰歷史裏面 裏面它不第一它都第二了 真實系的迴避力 超級的攻擊力 不不止就是它的招式是 加碼的程度是非常之高的 它都有弱點 我記得它好像沒有必中 它只有一個集中 去到打BOSS 它有時會不中 因為其實你要明白 在F裏面 打竹子才是最重要的 這句對 通常最難捱的是竹子 大佬都被人圍抽 我們是凌獄的 你要明白F當時 我不知道 在當時來說 我玩的戰略就是什麼呢 只有兩種戰略 其實一個叫做簡單版的玩法 你衝步一號機上前 弄爆它 其他人全部去後面 總之不要在F的範圍裡 你就是不需要打 這個是最簡單的方法 這是最簡單的方法 但我想問一下 那次F爆了的話 步走的時候 它有沒有 它殺機的話 那些錢是算不算嗎 好像不算 是不算的 但這個是一個最簡單的 因為其實收到F 其實又不是真的很貴 4萬元 4萬元 人家說不貴 人家說不貴 阿雪先生 你明顯了嗎 對於你要花的時間打出仔 你覺得這4萬元是超值的 但你可以說 連步走之後都弄死它 一元都不用給 是 這個 大家都要明白 這個當然是一個便宜價版的打法 另外一個叫做什麼呢 進取一點的打法就是 所有高達都可以站在後面 只是朱根林上去前面 其實基本上 所有人都可以打完 最後就是因為 本身剛才說的 所謂的集中必中的問題 就是 建基於這套打法裏面 你這部朱根林的等級 是跟大佬是匹敵的 甚至你會比他高 甚至你會高 這個問題其實 都不算太大問題 其實 不是問題的 你給這部波士 麻煩你包圍簽域就算 不要這樣 通人臨尾波士 都是大家想 然後圍爐 這部波士是 新高蘭生 不是 新高蘭生 新高蘭生是其中 是隱藏波士 隱藏到的地步就是 在他面前 你會深深感受到 真實的機體 不是真實的機體 超級的機體 也不是超級的機體 在他面前 全部都是一隻雜魚 當年我記得 是不算大力的波士 不用開它 真的 真的不見就不見了 就是我剛才提過 萬四公的縮退炮 還有監牢 有監牢 有監牢 其實F裡面 是創造了很多傳說出來的 你比起第二、第三、四次來講 F 在於開始越來越多人接觸機戰 而且他作品的環化量多了很多 但是F 其實我覺得算是 比三、四那些有人勝 對玩家來說 是好的 超級地獄的朋友 去到F已經覺得 對我們都算是這樣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F裡面 因為他有弱化到 真實系那方面 我忘記當時疲勞關星 是加了沒有 我不是很舒服 好像沒有 沒有 沒有 但是回避是有影響的 我知道是 我忘記了影響是什麼 這個太久的歷史 我不是太記得了 但是這個問題影響之下 就是令到就是 這個叫做超級桌仔大戰 因為是桌仔才是最強 你最麻煩的就是 一開始就是 究竟是那部機 上次去頂些桌仔呢 通常以往就是聖戰士 一騎當千 我以前變拜拜 因為以前是 連所有桌仔都適宜回行動 一湯行兩支 就是你的超級牌基本 就是一隻桌仔打爆 一隻超級牌 就是 BOSS是一個 bonus 桌仔才是大佬 就是 當時的認知裏面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不是現在就是 你看到 BOSS移回行動很厲害 你太錯了 以前是連桌仔移回行動 你要明白就是 他一下的攻擊力 就算有一個 所謂的 最強的防護罩的AT力場 去對付這個桌仔的攻擊力 AT力場要說回來 當時AT力場好像是過2000攻擊力 4000 4000傷害 4000傷害 就會穿的 但是所有的桌仔是建基於 30板左右以後 所有的攻擊 都是有4000傷害以上的 所以 絕對領域 絕對沒有用的 絕對沒有用的 但是早期 早期三次四次那支 後期的勁桌 我記得 全部都是最多兩炮打爆的 超級牌 就算你那架 特別是三一 那些核體機 是頂盡可以頂兩炮 三一出名薄甲的 但是呢 我後來發現了 有個三四代 原來有一個 我不知道算是 如果把三一轉成二號 所有的桌仔都會追著來打 這麼糟糕 我那時候試過 但是我不知道是某一版的 還是真意的 沒有關係 其實機戰的系統裏面 真的的確是有少許莫認了 尤其是可能是情情相關的 他真的會追著他打 然後他可以逆向操作 變成三一二號 可以集中嗎 把全面的人都出來了 這個系統裏面的開頭 尤其是早期 現在沒有那麼明顯 這個系統 還有他以前是比較 可能AI還沒寫那麼好 他很明顯有些傾向性 是先打邊架的 那時候反而可以逆向操作 可能不知道是距離 還是某一個 他怕傷害 做到最高傷害 對 總之這條數是你很容易捉的 你可以猜到他奔 捉會打哪一隻 基本上是密達師收理機 就是桌仔 即是桌仔走三步 只要站在四步之外 走到來 下一個看到你打 就打死了 別人意會行動 不 意會行動 還要別人有距離 你要明白 我很多時候前面那一架 都叫做聖戰士 攻擊距離是 五 一 其實你說F裡面就是 剛才我們創的 你可以說是大成 他是叫做什麼呢 將整個DC的系列 他做了一個 不叫收尾的收尾 我覺得 因為其實 沒有寫死到所有東西 因為其實他都知道 將會之後 這個是一個長久的系列 他很多東西都不會去寫 而且這一集裡面 他開始有 我記得這一集裡面 已經開始有原創角色 可以加 不過你可以說什麼 有 有 F裡面已經有了 有這件事 那麼後才有嗎 第四次和F都有 沒有那麼後 早點有 都不叫後 其實F被俗稱為 另一個第四次 他算是一個第四次 在板田北下 我們這一集 其實這一集都整個小時 這一集裡面 其實你說是 就是板田的劇本 我可以說 就是 他是為 尤其是 在劇本方面 他打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以往之後 尤其是用一些 可能一些舊作 可能一些 新的劇作 未必那麼 掌握到 你是可以由這裡 他會 當然有些是 很明顯的 有些是悲哀的 但是 他很多說 一些古靈框 尤其是阿寶 尤其高達的方面 其實他已經有一個 版模 他們應該是怎樣做 所以其實很多 基戰的粉絲 甚至說 是這樣的 你一開始 你不是打算 有一部 你坐著 你坐著 0078 坐著 10多 考慮一下 給你一部新機 如果沒有0079故事 就給你一個 靈格斯 你先坐著 他很灰 這部是一部 更加悲哀的 靈格斯 可以的 看哪一作 但可以的 起碼飛得快 真的不是給Z 那部機 那部未出過 那部 藍色那部 滴雪 力奇的兄弟 如果你開那部 你更悲哀 3還是4 好像有出過 我記得是 是不是有出過 好像隱藏機 應該隱藏機 會不會是Alpha外傳那些 我曾經有見過的機箭 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因為這部機箭太難滿了 就算你有你也不會開出來 開頭其實我不知道那是甚麼 對 但Sector應該挺不錯 要去到玩 GG 小時候Sector電視版 沒理由不知道 沒有印象 可能真的太多 但還是那部出的不太多 但在飛兜那次 對 剛好 蝴蝶 就是很微笑的 為何後面有蝴蝶勝 我小時候已經很奇怪 我小時候已經很奇怪 為何要看後面這樣 最終現在 以至為止 反田不下 還有繼續處理 去處理魔裝機神的劇本 但我可以說 魔裝的確是有些每放月下 這個 我不知道是一個甚麼問題 反而是 只能在這個所謂 魔裝機神的框架 即是他沒有甚麼新的 可以再寫出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第二次是悶 第三次我不敢說 第三次我還沒玩 但 這個香港是崩值價 是一個 是悶的 是悶的 199就可以 不是98 我見到最便宜 199好像 二手98 我忘了 有交易 反而 即是他風格是貫徹著的 在這個機械人的劇本裏面 但是 不知為何 是各方面的配合不好 還是 還是人們不是再買他的套 而我覺得 就是 開始有少許插水 在超級機械人大戰 現在這套作品裏面 真是 有少許弱了 這一節到了 下一節 就是 公審了 我們公審得最多的那個人 那個人叫自前 我們下一節回來